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 迪丽热巴早期写真曝光,一小时阅读量超过480万,气质状态有争议 5月12日,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三张迪丽热巴的照片,并配文迪丽热巴早期工作照曝光 穿绿色吊带装拍策划,造型甜美,气质清纯,不过,与现在的舞台形象存在明显的反差,不仅长相差异很大 而且身材差异也很大,难道现在的迪丽热巴已经不是原装身材了? 逗号 该娱乐博主的言论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,这一组迪丽热巴的照片也在网上走红了 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三张迪丽热巴的照片来看,这应该是迪丽热巴早期拍摄代言写真的旧照 虽然是一组旧照,但是还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,从该娱乐博主晒照到我留图统计数据 也就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已,但阅读量却超过了480万,由此可见,关注迪丽热巴的人还是挺多的 照片中迪丽热巴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吊带装,发型适中分直发,脸部的状态还很精致,从穿衣搭配上来说 迪丽热巴的穿搭风格没有多大的变化,不过,从长相上来说,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 迪丽热巴的五官没有那么的立体了,而且脸型看起来有点圆润,给人一种肉嘟嘟的感觉 不过,从身材状态来说,照片中迪丽热巴的身材和现在迪丽热巴的身材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 尤其是迪丽热巴把双臂打开时,照片中的迪丽热巴显得有点圆润了,手臂上的肉很多 另外,他的身材看起来缺少了几分凹凸感,不能用凹凸有致来形容迪丽热巴的身材了 迪丽热巴早期写真在网上走红以后,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评价了她的长相和身材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小编的想法真多,随着时间的变化,长相肯定会变啊 请不要黑迪丽热巴 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长相变了,没啥好奇怪的,身材变了,也可以理解,女大十八变啊 从网友们在评论区留言的内容来看 网友们还是比较认可迪丽热巴的长相和身材变了的说法 只是不太认可迪丽热巴不是原装身材的说法 对比早期写真中的迪丽热巴和近赵中的迪丽热巴 两者之间的变化确实很明显 不过,我依然坚信迪丽热巴还是原装身材 你们觉得迪丽热巴还是原装身材吗?